火鍋店停車場裡頭一台白色轎車準備出場 但這柵欄升起的角度怎麼有點奇怪 仔細一看這個柵欄竟是被一名男子硬生生搬開 要讓裡頭的車子出來 火鍋店店長表示這兩名男子當天沒有消費 把車停在私人停車場 沒法消辭出場竟先由其中一名男子手搬柵欄 強行讓第一台白色車輛通過 接著兩個人在換手改由白車駕駛搬柵欄 讓黑色轎車通過 兩個人出場之後直接走人 員工事後發現停車場的柵欄被搬成45度 柵欄連桿壞掉轉動軸故障 維修費用超過5萬元 我們公司的話還是要把 就是我們付出去那筆錢要追逃回來 因為可能行事的部分是他本身 他自己需要去負責任的 火鍋店員工發現兩名男子破壞停車場柵欄 根據車牌向警方報案 找到兩名男子但雙方賠償事宜談不攏 店家堅決提告兩名男子被判拘役50天 他的停車費並沒有很貴 大概在幾百塊錢而已 可是到最後他的判決的結果 是判處拘役得一可法徑 兩名男子貪毒一時方便 為了省200塊停車費 沒到火鍋店消費硬停車 事後又破壞火鍋店停車場柵欄 不只要賠業者5萬元 又被判拘役服刑 實在得不償失 記者林正彥 陳昭谷 高雄報導 已經清潔了 我已經清潔了 將 recognised